其实未来自菲律宾和香港等地的海外溶洞返回台湾进行寻根之旅 有一站就是内湖环保站向环保志工学习 比较上台的宝特皮原来是做成毛毯的原料 从海外回来的溶洞一知道满是感动 我们就是帮他们采啊采啊采啊 就是做毛毯的原材料 所以是很特别啊 我们没有想过这些东西可以造毛毯啊 可以帮很多人啊 这个一号的哦 它就是要来做那个毛毯用的 想到废弃的宝特皮在国际震灾 能够发挥温暖灾民的功效 来自菲律宾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大家 全神贯注吸取一点一滴的环保知识 不过让大家感动的还有志工精神 我有四种癌症 当我看到那个静思仪的时候 就是说轮流无限的可能 不要小看自己 那时候我就选择出击 我就走路 自己走来做环保 不像病痛低头 走进慈禧大门 做环保 全年不打烊 这是呵护地球的心 也成了这群海外寻根的溶洞 学习的典范 戴新闻真善美志工陆玉仪李英泰台北报导